你回什么回你啊 你干嘛呀 你都不买房你回来干嘛 买什么房子买房 你让他买房子是吧 对啊 他说答应他进去买房 现在租房比买房要好 租房就可以了 你看你一个月月收入多少 三万 你们在想在广州市中心买吗 买不起 市中心要几千个W是吧 那你能卖哪里面想 郊区了 白云 攀余郊区是吧 对啊 要多少钱一套房 500 500万一套房 啊 那你们现在存款有多少 100多 那首付是多少钱 200万 我给你算一下啊 你200万不够 还借几十万兄弟是吧 对啊 借几十万 你看月供是多少 差不多2万 2万 你们你收入才 3万呢 2万去掉了 还有一万块钱 你们够生活吗 有小孩吗 有啊 两个 两个小孩啊 那上面还有老人家 有啊 那日子不是过得紧爸爸吗 买什么房啊 买什么房啊 肯定是租房啊 嗯 你看 我给你算一笔啊 你租房的话 一个月只要一万块钱 最多了 过得很好了吧 是吧 对 2万块钱是不是在手里面 可以生活了 嗯 你还有你兜里面 还有一百多个W是吧 对 你看创业啊 选择创业啊 他无数次机会都要来的呀 还是要买房 你还是要买 啊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啊 呃 这个兄弟 他有三千万 我也有三千万 嗯 嗯 啊 他的三千万选择买了套房 在广州的市中心 那 你买回来 可能就会放租出去 是吧 对 3万块钱一个月租出去 一年就36万 对啊 对啊 那我的三千万 我就跟他不同的选择 直接选择放在银行 做各种理财 我最少一年 也有一百多个保底收入啊 对底保障 他三十多个 我一百多个 你怎么学 我还是要买房 你怎么就讲不通啊 你看我这跟你讲啊 我们放十年来看好吧 十年以后 他那个三千万的房子 市中心是吧 嗯 可能变成两千万 你知道现在房产环境吗 广州都不限购了 房子还值钱吗 在十年以后 他的房子变成了 一千五百万 变成了一千万 而我的钱 我的三千万 我放在银行 各种投资 各种保底理财 我最少五千个W 他只剩下一千了 你还买房吗 我还是要买房 你看我再跟你讲啊 你们啊现在啊 正值创业期 你看过大江大河这个电视剧吗 看过 大江大河这个电视剧里面 有一个镜头是这样的 你有多少道理 道理 杨总 全部的毛利 再好了 利润这么好 可以说是做一次失败你 商场老板听了他财务的 他搞了一个活动 满三百送一百 这是国内第一个商场做活动 赚的盆满钵满 叫暴利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 有钱的人从来不会告诉你 赚钱其实就靠那么一下两下就赚到钱了 叫抓红利 商场不用每个月都赚钱 他可能只是一个月赚钱 比如说现在的双十一双十二六一八 这几个节日赚的盆满钵满就可以了 平时就是养客户的养鱼养的 知道吧 所以我们的人生啊 没有几次机会 你们把这一百多万握在手里面 你至少有个多少次啊 有个十四二十次机会啊 每一次机会都花个十几二十个W 十次总有一次能够让你逆袭翻盘 啊 你你手上有钱了 有机会了 心情是不是好 家庭是不是和睦啊 家庭和睦财运是不是来了 是吧 家和万事兴嘛 有了财运还买不起房啊 你觉得要住房还是买房 肯定是住房啊 你觉得住房还是买房 买房 还要买房啊 讲不通了 算了兄弟做做做 这个年就这么回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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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